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外面打工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吃的好不好 这么长时间没见她 也挺想她的 喂 妈 女儿 妈 你吃饭没有啊 吃生了 妈吃的可好了 大雨大漏的 妈 你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 妈知道了 你在外面打工怎么样了 挺好的 领导对我挺好的 挺好就行 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了 你在家不要太省了 不要不舍得吃 我知道 妈现在工作也有钱 怎么会舍不得吃呢 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妈手里有钱 你不用担心妈 把我在外面工作就行了 好 我知道了 领导叫我呢 那你先忙 我这女儿可真孝顺 在外面工作 还不忘给妈打个电话 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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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赶紧 我自己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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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日常会打工作 我自己帮忙 喂 喂 妈 干嘛呀 这不是没事吗 刚吃过话准备睡午觉呢 你身体不好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你放心 我现在身体也特好了 每天都喝营养品 天气慢慢变凉了 多喝点热水 多穿点衣服 我知道了 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在家你不用担心我 那好 那我先挂了 好 太好了 今天接了点零活 又可以挣钱给我女儿了 喂 喂 妈 我过两天就回家了 哎 要回来了 是啊 公司啊 放假了 太好了 行行行 等你回来 妈给你做好吃了 好好 那先这样 太好了 女儿要回来了 这些年 我辛辛苦苦干活挣钱 就是为了女儿 但是她也没让我失望 不行 不能让我女儿 看到我这个样子 老大婆 还不赶紧干活 干什么呢 谁啊 东东 最近在家干什么呀 一年到头 现在才回来呀 工作忙呀 哎呦 还工作忙 你都不知道你妈在家过的什么儿子 怎么了 你妈白天的时候去做环卫工 没事的时候去工地给轮班庄 晚上的时候还捡垃圾 省事捡用的 就是为了你的家庄 东东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但是我每天给我妈打电话 她都说吃的大鱼大肉 那是你妈不想那里担心 所以才没告诉你的 那我妈现在在哪里呀 你妈在那边工地呢 好 谢谢啊 妈 女儿 女儿你别哭啊 见到妈应该高兴啊 女儿 你不是说过两天才回来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 妈 你天天这么辛苦 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你过得很好 女儿 妈不辛苦 只要你开心 妈就高兴 妈 爸去世得早 视你含辛茹苦 把我眼大 你却在工地上 干这么辛苦的活 什么都不告诉我 别哭女儿 只要你好 妈就开心 妈 我一定会让你过成好日子的 走 妈 我们回家 刚好 你们吃不了 我们吃醉了 你 到这家里的 我 …… 我 那么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